42岁的梁勇琪遇上46岁的郑秀文,网友,差距一幕扬然。 梁勇琪,G.R.Leon,生于香港,歌手、演员,毕业于玛丽诺修院学校,获得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文凭课程。 虽然不断被时尚界人士批评其衣助,但丝毫不会影响到梁勇琪给人那种清爽感觉的玉女形象。 价座人妻后的梁勇琪,虽然心态同生活经非昔比,但其实对娱乐圈一样有野心,不过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对自家公司的新人身上。 郑秀文,Sandy Jam,出生于香港,籍贯广东盛潮州,中国香港女歌手、演员。 郑秀文在华语地区享有高知名度,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期,香港很成功的女歌手。 郑秀文以摆变形象和唱跳巨佳著称,被誉为美艳方接班人,等称号。 郑秀文是香港影坛具有号召力的女星之一。 近日,观景彭新作八个女人一台戏发布海报,众女星纷纷亮相。 包括郑秀文,梁勇琪,巨熙,影片根据多位女明星的成长之路展开故事,刻画娱乐圈内外而与我扎的样貌。 而郑秀文与梁勇琪在片中饰演的角色将有重要对手戏,二人展开激烈角逐。 郑秀文和梁勇琪认识超过20年,在现实中是好朋友,但在片中却是死对头。 我们来看下发布会上的他们。 很多人心中的金句红后,梁勇琪还尝住一张甜美的脸,总能够给人一种正能量的感觉。 在娱乐圈中,算得上是多才多亿起点很高的明星了。 有不少经典歌曲,如短发,花火,胆小鬼,一直以来,深受大家的喜爱。 他的首部电影就是和刘德华和演电影《烈火战车》。 20年转瞬即逝,可他的歌声仍保留着初始的味道,少女游在,情歌相随。 如今,梁勇琪已经结婚生子,老公是外籍人,两人一见钟情,婚后,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女儿Sophia。 Sophia小时候长得圆圆的,特别可爱。 梁勇琪剑生为爱妈美貌不剪,一头雕质的短发干脸之性,睡了有个大眼睛,精心甜美气质一如当年。 42岁的她美貌依旧,脸上丝毫没有岁月的痕迹,依旧是大家心中的短发女神。 如今卸下光环和曾经,现在的梁勇琪,值得我们穷尽一生去爱。 郑秀文,她以摆变形象和唱跳俱佳著称,被誉为美艳方结班人,她是是香港影坛具有号召力的女星之一。 她更是获得第十一届亚洲电影大奖卓越亚洲电影人大奖。 后因自己的温胖体质,疯狂减肥,十多年不吃饭,尽吃水果。 长年的结石让郑秀文成为纸片人,患上抑郁症。 幸好有好老公须治安的陪伴,可惜至今未生育。 而转眼间,十五年过去了,那个当年儿历之年的郑秀文,如今已经46岁了,现在的郑秀文更加精瘦,这或许与她爱好运动有关。 为了拥有完美的身材,健康的体魄,郑秀文一直坚持住运动。 出席活动郑秀文显得脸不僵硬不说,某些角度几乎要认不出她了。 微笑起来的时候郑秀文还是挺好看的,但是也和印象中的郑秀文长得有些不同了。